一个专业杀手身上能藏多少枪 看完这个视频会改变你的世界观 首先王贵随手带了一把德洛克2-3 这只是用来演示用的 因为大家伙其实藏在袖口中 是一把现弹猎枪 这枪近战几乎是无敌的 只是子弹不多 不过没关系 在上一口带还有一把希格少儿手枪 这是一把备用9毫米手枪 但遇到硬查时还要用大口径解决 所以带上一把大威力枪械是必不可少的 就如这把紧凑型步枪 但杀手这行小心使得万人踩 这是用点308手枪最合适 不过在行动时你不知道有多少敌人 有时手枪威力又不够大 所以还得准备一把点410现弹手枪 虽然威力比不了12号现弹枪 但用来震慑对方效果还是不错的 你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 其实这才刚开始 只见王贵又从上衣内侧掏出一把现弹枪 这次发射的是12号独头弹 是现弹枪威力最大的子弹 看到这细心的朋友已发现 王贵的衣服拉链只有一半 这是为了方便从右侧腰带拔出格洛克时期 他长长的弹侠可装33发子弹 本以为这下总应该没有枪了吧 怎奈他又从左侧腰带掏出一把MP9战术手枪 自此王贵已掏出9把枪 但当他脱下外套后发现里面还背着一把 这是一把私人定制的AR-15突击步枪 发射点4584抗子弹 最后就算子弹都打光了也没关系 因为他还准备了一把狗腿刀可以拼命 不过作为专业杀手都留有后手 比如还背有一把希格少尔P365手枪 以及一把折叠款格洛克手枪 现在看着枪有点多了 不过小活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所以脱下短袖里面还藏着一把带消音器的武器 这也是一个杀手必带的装备 我感觉这还没完 果然立即看到王贵又从腰上拔出一把大威力手枪 正当王贵也以为自己没枪了时 左手又在腰上摸到了把格洛克17 专业杀手的出人之处就是永远要多留一手 但王贵显然不是一般的专业杀手 因为他多留的不止一手 只见他不慌不忙的又从钱包中拿出一把卡片手枪 即便此时你也不能低估一个杀手的威胁 因为在不可能的地方 随时都可能掏出一把要你命的东西 现在桌子上摆着的都是从王贵身上取下的枪 正常人体内有70%的成分是水 但王贵身上有90%的成分是枪 现在你学会了吗